代理權授予這個行為本身 代理權授予這個行為本身 是以取得代理權的來源 那關於這個代理權的問題 第一個我們要知道的是 什麼叫做代理權 它的性質到底是什麼 這邊必須再強調 代理權是一種資格或者地位 它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權利 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提到權利 我們說權利是什麼 權利是一種法律上的利益 你可以享有的 你可以去主張的 這叫做權利 可是代理權不是 代理權不是一種法律上的利益 你沒有想有這個什麼利益 你現在拿到代理權了 你可以幹嘛 你只是可以用本人的名義 去做事情而已 這不是你的權利的內容 權利是我實體享受到 一種利益才是權利 所以它只是一種資格 或者是地位而已 OK 好 那再來 關於這個授權行為 關於代理權的授權行為 有幾點必須要說明的 第一個 它是一個單獨行為 代理權的授語是一個單獨行為 所以 它只要本人的單方意思表示 就可以生效 但它是有相對人的單獨行為 有相對人的單獨行為 那這一點很重要 有相對人的單獨行為 表示說 你必須要跟一定的相對人 去表達你代理權授語的意思 但是你不需要得到 那個相對人的同意 你不需要得到 那個相對人的同意 好 所以 假如 假要授語代理權給某乙的話 他只要跟乙講 他只要跟乙講 乙即便不同意 乙有沒有取得代理權 有 但是如果假要跟乙遞結一個 委任契約或雇用契約 他跟乙講 乙不同意 他們有沒有成立這個雇用 或委任契約 沒有 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要特別強調 它是一個單獨行為的原因 只要他有授權的意思 然後他有去跟他的相對人講 那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了 好 再來 關於授權他的方式 他原則上是一個非要事的行為 所以我用口頭的說就可以了 這是原則 例外的時候會變成要事的行為 那什麼時候會是一個例外的方式呢 例外的方式 我們可以看到 明法531條 明法531條 本來他規定是委任的東西 可是他在後段裡面 也有提到代理權 他說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1531的規定 萬一你今天代理的行為本身 是需要以文字為之的話 那你代理權的授予 也必須要以書面文字為之 否則的話 就會變成 你根本沒有成功的授予代理權 那那個人所謂的行為 就會變成什麼 無權代理 好 那什麼時候會變成是 需要以文字為之 例如 例如 下面的96台上1150判決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例子 96台上1150判決 他所涉及到的案例事實是 現在啊 甲跟乙之間 他成立了一個委任契約 然後呢 這個委任契約的部分 所要處理的東西 是一個不動產的交易 好 那我們知道 不動產交易的時候 你其實可以分成兩個地方 第一個是關於成立這個買賣契約 這是他的原因 債權行為 第二個是 我關於這個不動產交易 有沒有要一併的由乙來辦妥 物權的移轉 假設 假委任乙並且同時授予代理權 讓乙去做 那在這個情況底下 假如呢 假要乙做的 只有包括買賣契約的部分的話 那麼這個委任契約的地結 跟代取權的授予 都不是要事行為 都只需要口頭表示就夠了 就夠了 但是如果他今天要他做的事情 包括到這個地方 物權移轉的話 那不好意思 你的授予代理權跟委任的部分呢 就應該要以要事為之 要以書面為之 因為 不動產物權移轉 我們知道758條的規定 他必須是以書面做成 對不對 他必須以書面做成 好 因此 假如 假如 現在呢 假口頭的委任乙 並且授予代理權給乙 讓乙去跟丙 買他的房子 結果呢 乙在這裡啊 用假的名義 地結婚約 並且呢 用假的代理人的名義 就去受讓 去辦了那個 不動產物權的移轉 我們就會發現 就這個 债權契約的部分 是有權代理 就這個地方 會變成是 無權代理 因為這個行為 是要以要事為之 用文字為之 結果你代理權受理 竟然沒有以書面為之 那你根本就沒有取得代理權 那就這裡 你有取得代理權 就這裡沒有 OK 這裡就變成無權代理 那我們看一下 九六台昂一一五零判決 他提到 無三一所謂的法律行為 以法律以文字為之 指的是處理委任的事物 處理法律行為的自從 以委任處理事物的法律行為 法律上明文規定要以文字為之 深言之 這是受人處理委任的事物 必須要去做某一個法律行為 而這個法律行為 法律規定要文字為之 否則不生為該法律行為的效力 這個才叫做 一個該行為 應以文字為之 例如 民法760的規定 這是舊法 新法已經改造758條的第二項了 不凡物權移轉或設定 以書面為之 否則不生不動產物權 得上變更的效力 或如 民法422條的規定 不動產租規期限運一年 者應該要自居定律 為以自居定律 事為不定期限的租令 因此 買賣不動產的情況 如果所受的委任事物 只是不動產買賣的一個債權行為 而不包括了移轉設定負擔的 物權行為的話 縱使受任人 建議自己名義為委任人 買售不動產 那 以委任的內容 需將該買售不動產的物權移轉 等一個委任人 仍沒有委任 需以文字為止的一個限制 兩者應該要加以區別 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我們在這個不動產的交易裡面 有兩個部分的行為 一個是買賣 一個是物權移轉 那根據這個758第二項的規定 物權的移轉部分 必須要以文字為止 那 如果你要處理到這個地方的話 那不好意思 你的委任跟你的代理權受理 都應該要以文字為止 否則的話 是不生這個授權的效力的 那這是授權的方式 方式的部分 那再來 三 方法 我們剛剛提到 代理權授與是一個單獨行為 而有相對人 那我到底要對誰去表示 我授與代理權 我們可以分成兩種 一個叫做內部授權 一個叫做外部授權 內部授權就是 他去跟代理人講 我授與你代理權 外部授權是 他去跟 要做交易的那個相對人講說 我跟你說 我授與 是我的代理人 這叫做外部授權 所以所謂的內外部授權差別 只在於你今天是對於代理人講 還是對於將來要為交易的那個相對人講 OK 這是內部授權外部授權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167有說嘛 代理權以法律行為授與者呢 授與應該要向代理人或向代理人對之為代理行為的第三人 你意思表示為之 好 第四個比較重要 跟物權行為一樣 代理權授與行為有所謂的獨立性跟無因性 代理權授與行為是一個獨立於原因行為以外的行為 這就是為什麼剛剛在這個地方我畫了假委任以並且假授與代理權給以 所以代理權授與行為是一個另外的行為 它是一個獨立的行為 好 再來 它是一個無因的行為 無因的行為呢 表示如果今天假是因為他跟以之間有委任契約 或者有雇佣契約的存在 因此授與代理權給以 那麼在授與代理權的行為有效的情況底下 即便後來發現了委任或雇佣沒有發生效力 這個代理權授與行為也不會隨之而失效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我們之前提到 關於限制行為能力人沒有得到法律代理人的允許 跑去打工的情況底下 如果店家授與代理權給限制行為能力人 那麼 雇佣契約後來法律代理人不承認會確定不生效力 可是關於代理權授與的行為呢 它還是一樣會有效 它還是一樣會有效 因為代理權授與行為有無因性 不會因為原因行為的不生效力無效 而隨之跟著不生效力或無效 好 所以這是代理權授與的獨立性跟無因性 那關於代理權授與行為到底有沒有無因性這一點 我國的通說見解認為有 認為有 德國那邊還在吵 但是我們通說見解認為有 你叫